中華職棒二十八年開幕戰 上演去年總冠軍賽西馬 由富邦漢將對上中信兄弟 迎來對史首戰的富邦漢將 三局下先靠著對手的兩次失誤 攻下兩分 五局下更是火力全開 開路先鋒胡金龍拽先上壘 再靠著連續三隻安打 攻下一分 一出局後 林維廷敲出一隻石破天機的 滿冠全雷打 不僅是富邦隊史第一隻紅布浪 更將比數拉開至七比一 兩位跑者的情況下 曾陶龍上場代打打第一球 左外野方向非常深遠 兩分外車趕過去遛不住了 九局上中信兄弟曾陶龍雖然擊出代打三分炮 但於事無補中場富邦就以8比5拿下對史首勝 讓打者回弄落空比賽結束 富邦漢將先發投手黃一智表現精彩 竹投七局 竟被敲出三隻安打失掉1分 是由林志勝所擊出的今年例行賽手轟 最後黃一智也憑著優異的表現拿下單場MVP 因為去年都五局嘛 那我就想說每一局就把他當作最後一局這樣再投就好 那...就...就...就投一下就七局這樣 就很細節的球迷進場為我們加油 那...希望戰績能長好這樣 當下我們是滿雷的狀況 在前兩個打就滿雷的狀況 那...我只是心裡想說 如果前面的隊友沒有把分數打回來的話 那...我要扛持這個責任了 滿雷的他應該是想投一個內角球來擠壓我 然後打一個雙殺的 那...我也...我也做出一個應對的方法 然後...然後...好 適當的調整然後打出去